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 他就会想要一杯牛奶 你看这是牛奶的牛 好吧 好吧 汤姆说你进来喝牛奶吧 等到汤姆给了他牛奶啊 老鼠又说 我要一根吸管 汤姆就东找西找的 给他找吸管 吃完了 喝完了 小老鼠就说 那你能不能给我一张餐巾纸呢 这是乐 你看到没有 汤姆给他找来了餐巾纸 他说 我要照着镜子擦 我要看看我有没有牛奶 黏在了我的胡子上 他一照镜子 发现自己的头发需要剪一下了 他就叫汤姆 你有没有剪刀呀 那么能借我剪一下呀 汤姆给他拿来了剪刀 他把头发剪了到处都是 他说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得把这扫一下 那我不如把你整间房子都扫一下吧 哇 老鼠把汤姆家整间房子都扫了一下 哎 你看上面是房子的籽 吴蛋啊 他扫完了 还要用水把地板大刷大洗一下 刷刷刷 洗洗洗 哦 我累死了 老鼠干得累了 要睡一会儿 那汤姆就用空的饼干盒给他做了一个床 再加上了妈妈的粉扑做枕头和手帕做被子 哇 老鼠 这真的是好舒服呀 哎 汤姆 你会不会念故事啊 哎 你看这什么字 这是会 于是啊 汤姆就拿出书来给他念故事 小老鼠一看 哇 这本故事上 书上的图片好漂亮 我也要画 于是啊 他就请汤姆给他拿来了蜡笔和纸 他也开始画图了 画着 画着 画出了一幅这么漂亮的图啊 有老鼠妈妈 老鼠爸爸 老鼠哥哥 老鼠弟弟 然后他说 我要签上名 而且要用钢笔签 汤姆正在忙着收拾 只能停下来帮他找钢笔 他签完名以后 他又跟汤姆说 哎 汤姆 你能不能把我这幅图贴在你家冰箱上啊 他们说 好吧 好吧 那贴在冰箱上的话需要胶带 胶带纸在哪呢 哎 小朋友没有找到胶带纸在哪呢 找到了 胶带纸找到了以后 他把图贴在了冰箱上 贴完以后 小老鼠欣赏了自己的图 突然觉得 哎 冰箱里面有没有牛奶啊 我口好渴啊 汤姆 这时候汤姆忙着都已经睡着了 汤 汤 什么事啊 我要喝牛奶 我口渴了 小老鼠又要喝牛奶了 既然它要喝牛奶 它需要什么呢 它就又要吃饼干了 啊 又要吃饼干了 好了 今天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 再见 会呗 叫什么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